N.E.N.E 哈囉 大家好!好久不見!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五個今年到目前為止 最成功的自由球員簽約 那話不多說開始囉 在今年 MLB 選秀落幕後 在自由市場中的兩條大魚 King Bro 和 Kaiko 相繼簽約後 球技也不知不覺來到了一半 許多休賽季的球員簽約都重新的被檢視 那來看看哪五位是入選前五名的吧 第五名是尿城人隊用一年1825萬美元 簽下的明星貼補 Grenzel 打出了兩成八億的打擊率 13轟 32分打點 更有恐怖的0.91 OPS 在這季 Molina、Posey 等等的SG明星補手明顯衰退 Grandel 的成績顯得更為珍貴 也希望他能帶領的酒鬼軍團打出佳績 在今年自由市場也找回屬於自己應得的復數年合約 第四名是洋機隊的Adam Ottavino 在28次出賽中拿下了兩勝一敗 1.27 的ERA 更在28.1局中三贈了36名打者 在休賽季拿到相同合約的還有Jo Kelly和Andrew Miller 而兩者的表現都不符合預期 只能說洋機這三年2700萬美元花的有夠值啊 第三名是太空人隊用兩年3200萬美元簽下的前印第安隊明星外野手 Michael Bradley 而 Bradley 則用3x22打擊率 時轟38分打點的成績 這張約只能說超級便宜 3x17的打擊率 7x40分打點的成績 加上接近4x的得點圈打擊率 不僅扛起了整個傷兵累累的洋機打線 他的金手套級的防守和多床守備位置 在Ushira還未破繭而出 和滴滴未歸隊前給了球隊更靈活的調度 光芒隊用兩年3000萬美元簽下35歲的前太空人隊明星先發 Charlie Morton 不僅拿下7勝0敗 更有2.03的頂級防禦率 並在74.1局中投出了94的三陣 開季更和Snell和Flaslow成為聯盟最強的先發組合 也是光芒能在每年東區與陽機並列龍頭的重要關鍵 Morton 也是目前Velander在賽亞獎上最大的競爭者 光芒是否能在Morton的帶領下 在美東活躍庫和列強持續的抗衡也值得觀察 在美東活躍庫和列強持續的抗衡也值得觀察